欢迎回到全球聊天室 乌尔战争已经打了超过一个月 生离死别 而且惨不忍睹的景象 每一天都在乌克兰出现 这样子的巨大悲剧 真的可以用夫妻吵架 这么简单的比喻来带过吗 会这样问其实是因为 在战争开打初期 很多台湾的观众可能在LINE 或者在其他通讯软体上 都有接到类似这样子的讯息 上面他把乌尔关系给比喻成 前夫跟前妻说呢 乌克兰跟俄罗斯离婚之后 勾搭上了村霸老美 然后也想要加入北约家族 但是老美又不想要娶乌克兰 所以就想要利用他来欺负俄罗斯 时不时送弹药给他 乌克兰因此就仗势 频频的去挑衅俄罗斯 结果前夫俄罗斯忍无可忍 就超家伙 要给乌克兰一点颜色瞧瞧 不过复杂的国际情势 用感情纠纷来解释 除了有过度简化的问题 也因为资讯不完整 甚至七分针三分钾 容易误导乐听众 变成了带风向的工具 不过其实说起来 我们都知道要把资讯化繁为解 是非常不容易的 尤其如果你解释了对象 还是小学生的话 那在上一段说新闻 我们提到了中国跟日本 是怎么样让学生 去理解无恶战争 那在台湾 其实也有老师认真的 把这场国际大事给纳入教材 并且用力鼓励学生去思辨 今天的跨观点 全球到电视的记者 陈文尹来到了花莲玉里的原成国小 我们要知其唐宇清老师 是怎么样像懵懂天真的小学生 解释 艰涩残酷的乌恶战争 老师一问 针口就来 这些孩子们是花莲玉里原成国小的 四年级生 虽然年纪小又偏乡 但在网络无国界 资讯爆炸的时代 他们所知不再局限于地区和年龄 不过学生会在社会课的人口结构单元中 主动提及乌恶战争 其实也是老师 有意为之 我本来就会把这些东西挖好洞 等他们跳进来 把议题带进课程中 教学风格如此独树一致的唐宇清老师 曾在新北和桃园教过书 但因为受不了人事斗争 决定自请调职到花莲玉里 原成国小全校学生不到50人 将学资源也不多 但从未教习他的热忱 他不向多数教师照本宣科 进行填鸭式教育 而是希望学生的视野 能够跳脱书本的框架 因此他在既无趣又死板 充满着数据的人口结构单元中 把时事扣进来 让学生更愿意提出自己的见解 也对上课内容更有印象 那你觉得这些人里面 真的喜欢战争的是谁吗 没有 谁可能没有让他表达 自己的东西死掉 阴幼儿 阴幼儿包含了哪个年纪的小孩 你看课本上面有血 课本上面有血 课本上是四岁 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几岁 课本上是十岁 你逃得掉吗 我逃不掉 透过对时事的讨论 学生们对婴幼儿 年轻人 老人的年龄阶层定义 印象也更深刻 他也试着让孩子用同理的视角 对战争议题感同身受 有学生也担心战争会扩其全球 希望乌尔快停战 他们这样子继续打下去 如果不小心打到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跟着一起打的话 就会很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唐雨昕表示 虽然是他引导学生联想乌尔战争 但同时也感叹 孩子们知道的比他以为的还多 这些资讯是从哪里来的 有二分之一都是老师跟我讲的 都是唐老师跟我讲的 然后有二分之一是我自己去查阅 然后看新闻才知道的 在乌尔战争的新闻中 台湾和西方媒体大多都说 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但学生也会看到某些资讯说 俄罗斯是为了解救乌克兰人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让他们产生了困惑 为什么发生这个战争 其实它真正的理由 我们从任何的情报跟资料上面来看 都没有看到一个真实的东西 于是我们回到一个最基础的原点来看 那在四年级的课程中 他们看到的就是大量的死亡 那我对于大量的死亡 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那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 我会有什么感觉 战争牵涉政治 利益 无人性 光是要讲为什么是侵略还是解救 就可以讲上一整天 唐卫星不想用一小时的直言片语 为这场战争下定义 而是选择回归时纪念 让学生用同理的视角去看待这场战争 虽然乌俄资讯战难以解释 但面对网路上满天飞的诈骗讯息 假账号就有必要讲清楚了 唐卫星在电脑课上 教学生查询消息来源 来判别内容真假 这个要不要点开它 为什么 不知道那种东西啊 F1变空 F1 然后它又查一些什么 对奇怪的 奇怪的网路连结 当你点开之后 哦 你就中奖了耶 除了提防不明连结 学生也对陌生证号相当警戒 我上次跟他玩游戏的时候 后来他就用FB来加我 我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我就看 然后我发现他FB的大头切 跟游戏上的大头切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询问他 然后知道他是本人之后 我就可以跟他放心地聊天 不只有FB的假账号 还有抖音的危险模仿影片 当然他们也听抖音听得非常凶 他们就问我 老师 抖音一想父母难养 你不会这样子想吗 我只会跟他们讲一句话 如果你在这中间找到了 你能够发挥的点 搞不好它会是你成名 或者是赚钱的机会 那下一个问题就在这里 你要知道它有多危险 你才能够去利用它 那我只能告诉你 哪些东西可以直接地去判断 用什么方法去判断 它有没有什么逻辑 有没有什么线索 哪些可以看到真实的事迹 唐一新认为 与其一位批评抖音 脸书叫小孩不要用 不如将小孩怎么分辨网络资讯 让他们了解网络是把双面认 端看个人如何判断与使用 不管是假讯息还是乌尔战争 唐一新教给学生的 不是把话说死的对与错 而是让学生多方面思考与尝试 虽然这个过程也许跌跌撞撞 但在探索的道路上 孩子们才有可能找到 属于他自己能够一展成才 发光发热的未来 唐一新老师 我们刚刚看到他把握机会 不是让学生硬塞东西 而是用实作用讨论 还有用科技 让学生更热爱上课的同时 也能够更多方面的理解 这个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事 下一段夯性新闻 我们要带您来看的是 坦白讲真的很不可思议 在俄罗斯政府的言论管制之下 俄国百姓对战争的理解 跟国际媒体呈现出来的 战争的残酷有天壤之别 欢迎回到全球聊天室 今天夯新闻 我们要来看俄罗斯的大内宣 到底营造了怎样的平行世界 首先这场乌俄战争 在俄国自己报道的新闻上面 是不能够叫做战争的 甚至画面上这三个 攻击侵略还有战争 这三个单字 在报道中都不准出现 根据总部在拉脱维亚的 独立俄语新闻网站 MEDUSA的说法 俄罗斯媒体他们接获高层的指示 你们的消息来源 只能够是政府的消息 那好 当然我们就想问 要是今天这不是侵略 也不是战争 那普京怎么样描述 这场军事活动呢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一起来看 有人把自己的心 给自己的朋友 普京政府不断的宣称说 乌克兰要消灭乌东地区 讲俄语的人好可怕 那这是种族灭绝 所以呢 为了让乌克兰去纳粹化 俄国才被迫展开了 特别维和行动 所谓的special peacekeeping operation 其实从战争开大以来 这样子的荒诞的说法 就在俄国媒体上 不断的强力放松 甚至三月开始 俄罗斯各地学校 还举办了以战争为主题的研究课程 让孩子可以了解到 俄罗斯是如何的 产俄除奸 如何的俄罗斯在那边 维护世界和平 大部分俄罗斯人 被灌输的资讯 还包括了 俄军是非常彬彬有礼的 小心翼翼的保护乌克兰平民 所以呢 这些俄军在乌克兰 被当作解放者一样 受到热烈欢迎 没有任何的乌克兰平民 在冲突中死亡 这是俄军的说法 这是俄国政府的官方立场 但这后我们每天看到的战争画面 真的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那为了维持俄罗斯 他那种正义之师的形象 所以在战争开打之后 俄国政府就积极切断 国内跟全世界 跟西方世界的网络 还有咨询联系 画面上你看到 官方先进了脸书和Twitter 然后3月14日呢 就切断了Instagram 那就在禁止Instagram的前一天 VPN 虚拟私人网络 它的这个翻墙工具 它的需求呢 就暴增了百分之两千 没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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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表达反战立场 俄罗斯人从线上到线下 而是实体的冒着风险发表意见 2月24日战争爆发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一万五千位民众 都因为反战而被拘留了 都因为反战而被拘留了 我希望全世界看到我们不想这些 我们不想这些 我们不想这些屁股 有很多年代 我不想感到这些屁股 因为我在这里 当普京在积极的对外武力扩张的同时 俄国境内的资讯战跟言论管控 我们看到了也正在残害俄罗斯 让部分反战的俄罗斯人 成了这次乌俄战争当中 不一样的另一群的受害者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